德州今天举行初选布希家族又有一位年轻心血参政 那就是老布希总统的孙子 小布希总统的职儿 原佛州州长捷布希的儿子George P. Bush 这位所谓的小小布希能操流利西班牙语 他所参选德州土地局局长 向来是德州政治人物迈向高阶的跳板 也让这位乔治P.布希成为政坛冉冉升起的明星 至于他老爸前佛州州长捷布希 会不会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之争 也让外界关注 爷爷是美国第41位总统 大伯是美国第43位总统 老爸是前佛罗里达州州长 放言美国 谁还能像乔治P.布希一样 有这样雄厚的家族政治背景 而他其实也早在大众目光前出现过 早在1988年的共和党大会 小小布希就带领爷爷叔叔们一起效忠宣誓 更帮忙过自己主妇老布希与大伯小布希的选举 现在他自己也投身政治 他参选的德州土地局局长 看似职位不高 但却绝对是德州人物晋升的踏板 早在15个月前 乔治P.布希就已经投身这场选战 母亲是墨西哥裔 能朝流利西班牙语的小小布希 在德州边境这个以西语为主的小镇 有一定的支持热度 尽管有显赫的家庭政治背景 但小小布希深知 情报基层才是王道 德州254个县小小布希已经跑过一半以上 宣扬他支持生命 支持勇枪 以及支持能源自主为主的政治主张 现年37岁前高中老师 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 外加律师与企业组的背景 让他自诩 大家不要因为他的家族姓氏而投他一票 他想真的为大家做些什么事 其实母亲是墨西哥裔 外加他能说流利西班牙语 让他甚至能吸引爷爷大伯 都未必能开拓的西语义选票 当然外界对于他爸爸 前佛州州长捷布布希 会不会参加共和党提名相当好奇 自己也已经做爸爸的乔治批布希 希望自己不只因为爷爷大伯和爸爸 投身公共服务感到荣耀 也能让自己的小孩因为他引以为傲